刘培怨的英文教室 实用绘画篇第三集 那我们每次 如果你有看到YouTube 我们的缩图 你可以在缩图上先看看 那个句子 那你有兴趣进来看 如果你觉得都会了或没兴趣 你就不要看 那你先看到这个每一集的五个句子 你可以先想想看 你会不会讲 或者要怎么讲法 可以印证一下 那如果说你都不会 那就进来看看 看我们用哪些字 那如果说你好像有一点会 又有一点不会 或者是你会 可是又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印证一下 那所以我每次在念这个的时候 你心里可以想 你要讲的话用英文大概怎么讲 我的祖先是台湾农地的托荒者 比如说你的早期 你的前面可能 台湾都从大陆来的吗 福建那边来的比较 张州全州比较多了 就你的前面五代六代七代八代 清朝过来 或者民国过来 他们早期务农 我的祖先是台湾农地的托荒者 他们就是开疆辟土 种田种地 我老公正在书房讲电话 前面的托荒者要有哪个字呢 书房 房间我会 可是房间跟书房不太一样 讲电话我会 老公我会 可是书房是哪个字 他脖子上挂着夏威夷的花环 你出国玩的时候 结果到夏威夷 人家在你美女 或当地土著女孩子 献花 但是它不是献花 它是他们有一个夏威夷的花环 挂在你脖子上 那个怎么讲呢 不太会 这个小岛上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 这些都会 但修道院是哪个字呢 而君主制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百多年 因为满清嘛 已经那个现在中华美国一百多年了 中国消失一百多年 会君主制 君主国王皇帝有会 君主制度要用哪个字 也不太会 好那我们来看看 这说过很多次 就没有标准答案 十个老外 或者十个 中国人 台湾人英文很好的 讲法可能也不太一样 我的祖先是台湾农地的托荒者 祖先来台湾 开疆壁堵种田 My forefathers 就祖先 We're the pioneers 就是托荒者 先行者 托荒者 of found land in Taiwan centuries ago 就是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当然一不加S了 就可能一百多年 两百年 三百年前 My forefathers were the pioneers of found land in Taiwan centuries ago Pioneer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名词叫托荒者 开拓者 先驱 等等的 当然这个字可以用得很广 你不只是土地 托荒者 你也可以说 比如说他是 他是那个电子业的 开拓者 或者甚至他是 外太空探索的 托荒者 开拓者 用法很广 就先驱的意思 就先座的意思 那动词就开辟 或成为先驱 Pioneer 很好用 所以你看很多字 他同时可以当名词跟动词 那同样的一个字 可能很多个意思 我老公正在书房接一通电话 My husband is answering the phone in his study 我们说 我们说 打出去叫call call 或是call 接电话 我们就回答 叫answer 或是answering 他正在接一通电话 我们就回答电话 我们接电话 就是回答电话 answer 打出去就call 那study 我们是研究呢 他也书房 那名词就书房 就是很简单 书房就study 念书的地方 就study 就书房 这样很省事 学一个字有两个意思 所以study 他动词我们可以说 学习研究 没有问题 那他也可以说 我们仔细考虑 我们在研究一个事情 仔细考虑 他也不一定学习 也不一定是研究 就不仔细考虑 到底在考虑 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他当然 带一点点去研究的意思 所以他的字 变化 他都有一个逻辑性 有一个演变 合理的演变过程 当然有些是完全 风马牛不相及了 就是那个时空背景 他约定俗成 有些字就完全不相关 他名词我们就说 也可以当研究用 那也可以当就是书房 就是书房 所以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单字 study 就书房 他脖子上 挂着夏威夷的花环 he wore a leg around his neck 他挂了 所以这个 他原型动词是wear w-e-a-r 因为我们造句一般用 过去式 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 那个事情 绝大部分都已经 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用过去式 就像名词 基本上都用 复述 比较多 他也可以是穿 穿衣服 也可以是穿鞋子 就等等 反正穿戴 我们讲穿戴 穿跟戴 等等 都是wear 但wear又有很多意思 你说 他那个被 被请 那个 被腐蚀了 什么也是wear 他很多意思 那个夏威夷的花环 就是累 很简单就三个字 累 l-e-i 就是累 也不用大写 就是累 或者叫夏威夷彩环 因为它是彩色的 我们叫夏威夷花环彩环都可以 这个反正是翻译过来名词 没有固定 那通常这个夏威夷的花环或彩环呢 都是挂在脖子上 挂在脖子上 就是有当地的土著少女 挂在你脖子上 表示到此一游 就像你到西藏 他们线上白色的哈达 纯洁 神圣 累 这边写错了 它是l-e-i 然后我们看 这个小岛上 有一座有名的修道院 there is a famous monastery situated in this small island 这边有一个 there is 就是有 有一个有名的 修道院 就是monastery 因为西方比较没有佛教了 当然我们现在 有人讲 它是不是 那个庙 四个庙 那外国就像天主教基督教吗 他们就是修道院 修士 或者神父 等等 牧师是后来的 因为这个基督教是很麻烦 先是基督教 后来又变天主教 天主教又跑一个基督新教 然后东方 苏和东欧又跑来一个东正教 所以很麻烦 就是一般的修道院 就是这个字 situated 就是坐落于 situated 坐落于 在这个小岛上 然后君主制呢 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百多年 monarch monarch has gone in China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君主制度就是monarch has gone 就是已经走了 消失了 走掉了 已经过去了 in China 在中国 清朝嘛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已经消失了 超过一百年 一百多年 所以清朝 哪一年消失 就是中华民国 元年开始 开始算 所以中国那个年 就是很难算 那个 每一朝 都皇帝 什么 康熙元年 唐朝天保年间 所以这个外国就比较好算 反正我觉得耶稣诞神 从元年一年开始算 所以中国要换算 那到了民国 又很累 民国一年 就是1911年 又变元年 所以西方那个比较好算 那东方的很难算 同样的 东方的数字好算 西方数字不好算 西方算 三位 三个 三位数一个 一个斗点 可是我们这边有万啊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这个就比较好算 好 那我们很快的念一遍 就大家学一下 这些 这些 比较常用 蛮实用的一些 中文 中文式的句子 那我们英文应该用什么 相对应 合理 就是用字 还蛮精确的 文法没有错误的 来表述一下 那大家可以 以后就碰到这种类似的东西 那你就每一集 学五个吗 那也不一定学五个 你搞不好 两个会啊 或者有些人 你觉得不实用 反正 每一集 你可以学几个 几个句子 学一些次 那这样子就 日记月累下来 那你的 英文的绘画能力 就会 就变强很多 我的祖先是 台湾农地的 透荒子 My forefathers were the pioneers of fondland in Taiwan centuries ago 我老公 当我们造句啦 你可以说我太太啦 我女儿 随便 这个 反正中文也是 随便举例 那英文就是做相对应的 所以这个 没有特别的意思 My husband is answering the phone in his study 他脖子上挂着 夏威夷的花环 或者彩环 He were laying around his neck 这个小岛上 有一座 有名的修道院 There is a famous monastery situated in the small island 君主制 在中国已经消失 一百多年了 Monarch is gone in China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所以 如果持之以恒的 每一集 我们看看 五个中文的句子 那然后 学一下 有哪些单字 应该怎么用 整个句子要怎么讲 因为我们 我们一般亚洲人 就说英文就是 单字会讲 很简单的会讲 稍微有点难的 碰一点单字 有点单字的时候 你就 整句讲不出来 这很多人就是 英文不是不好 也不是 没有学过 动不动的学 一二十年 二三十年 单字也不是 不认识 也不少 可是呢 就是讲单字可以 讲片语可以 或者讲一个短语可以 可是要整句的讲 他讲不太出来 一下这个单字不会 那个不确定 文法结构怎么样 所以就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 就是这个单元 就是实用绘画片 用整句的方式 然后有一些 很实用的名词 可能你不知道 就大家慢慢看 然后多练习 多学习 那绘画能力 就会慢慢的增强很多 欢迎订阅 分享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